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促進社會發展 但是推展基建項目 很多時一點都不容易 而且會遇到很多的爭議 中環和灣仔繞道 就是一個得來不易的好例子 早在上世紀80年代 政府已經是著手研究 並策劃中環扣灣仔填海 來應付香港的發展需要 並在1987年首次提出 是有需要沿港島北岸 興建一條策略性的道路 幾經波折 包括填海的爭議 群眾的運動 清拆天升和黃河碼頭 司法的挑戰 工程的延遵等等 這條廣島北岸的策略性道路 中環和灣仔繞道 終於在明天凌晨會啟用 是足足30年的光景 我必須借今天這個機會 感謝立法會和區議會各位議員 各個建造界的專業團體 工程顧問 承建商 分判商 和工人 當然也有曾經負責 這個項目的政府同事 包括不少 已經是退休的舊同事 我今天已是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 站在這裏為這條妖道主持開通儀式 既然既是會好像剛才的紫星說 我真的很開心 很感動 也有一些激動 但是也有一些百感交集 我曾經在兩個工作崗位 參與過中環及灣仔繞道的建設 首次是2003到2004年 在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擔任負責規劃和地政的常任秘書長 處理涉及中區和灣仔田委的爭議及官司 第二次在2007年 以發展局局長的身份 向公眾解說 為何我們要遷冊王后馬頭 這些體會告訴我 今時今日 在香港推展基建 並非易事 但是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 我們都要迎難而上 我們都需要換位思考 嘗試去瞭解反對者所持的理由 看看有沒有化解的方法 中環及灣仔繞道 就是正正成就了 提升香港城市發展的 兩大重要契機 一個是保護維港 政府當年宣布 在完成中規第三期 和灣仔第二期的田海 來配合繞道的建設之後 就不會再在維多利亞港內進行田海 並且